我所当时候在世的时候处理尸体 就要 一 给野兽吃 你能接受吗 二 抛到恒河给鱼吃 你能接受吗 第三 就是火化 大部分的人还有火化 好了 火化来到咱们中国 就不能这样处理啊 不可以这样处理 中国人笑到第一 圣中追远 对不对 既如在 既神如生在 我们对祖先 缅怀的祖先 的恩德 可以做一个不孝之子吗 好 佛法传到中国来 就融入了中国的文化 融入了中国的文化 就起了大变化 起了大变化 佛在世 没有所谓的消灾拍位 没有所谓的拔渡拍位 佛在世 没有所谓的梁皇法会 也没有所谓的水路法会 水路法会 也没有所谓的过农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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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没有所谓的三千佛 好 这整个形态来到 佛教来到中国 变成法会 的集合 才变成今天 佛教的容貌 这个有好有坏 如果太注重这个相 一次就流于世所 因为超度法会 你总不可能让常住出钱 就跟金钱有关系 就会变成 如果没有拉回来正道 佛教就流于世所 你看到的 统统是法会 看到的都是表象 看到的都不是佛头在世的 那个状况 完全不一样 我会变成 我会变成